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笔记看上去很旧很旧了 里面是一个个离奇又晦涩的篇章 我不知道那些是故事 还是真正发生过的传奇 一九零三年 日本人大国光锐 以宗教考察的名义进入中国腹地 进行地理勘探方面的情报工作 在途经中国长沙时 他的探险队分支 跟随日本商人揪山美智 在长沙城北一百六十公里的一座山盾里 停留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离开的时候考察队只剩下六个人 从那时起 九山美智停止了一切勘探活动 匆忙返回日本 为什么他要在长沙停留如此之久 为什么他的部下死伤惨重 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都无人知晓 一周后 九山美智向日本日清贸易研究所 转外务省提交了一份十六页的报告 其中提到了这个山珍底下埋藏的东西 使称九山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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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里的屁股呢 前面还有一条铁柜 往前开的事 岁二〇年�,岁二〇年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车里面挂着死人也不是第一次吧 一般军备列车进站的时候 会通知当地的警卫 可是这辆车并没有通信记录 是凭空出现的 进站时间 我们站站干事 守夜的人是你还是你站站 是 我 我 我昨天看了一口挂针 好像是快零点的时候 警察师这是一辆零七六列车 里面的人恐怕是日本人 这辆车还没有 我咱们都被他 我咱们这辆链子 我咱们这辆车是 我咱们这辆车 你这辆车车都不开 我咱们这辆车是 这辆车车车车车车车的 像是从废铁站里开出来的 说 人什么时候死的 我昨晚上发现的烧鸟 已经死的 两位长官 各个车刀 和各个车厢 决定到像铁壁汗似的 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 准备得怎么样了 气格瓶已经送到了 是 来 长官 长官 站住 我有法要跟长官干 长官 长官 他不愿我干去各地 我告诉你了 我连车 是连归车 和车站不是木质巡战的地方 只要是不容易开进来的车 决定都是里面狠死的人 要消地狱的 你看你 长官要来无尽的 把他带走 是 长官 长官 无尽要跟长官的 长官 不是雷池的 真的是雷池 长官 冯爷 打开了 封锁整个厂商 今天不进任何火车 是 打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不是所谓的鬼之 没错 已经在检查整个猎尘 八爷知道吗 八爷如果知道车内是这个情况 恐怕他不会来的 跟他说 他不进来 我就一枪毙了他 是 八爷好 各位好 你们家佛爷呢 佛爷在车厢里等你呢 不明 告诉你们家长官 在下家里还有点事 我就先行告退了 八爷 先人独行 家人都没有 哪来的家事啊 张副官 你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你这是 佛爷交代 算命的要是敢离开车站一步 就一枪毙了 这佛爷的性格 您也是了解的 您别为难我呀 既然来了 何妨进去一探呢 我跟你说啊 又不是我自己想要来的 要不是你们佛爷求着我 我才乱得出门呢 那八爷 请吧 我才乱得出门呢 我都不知道 我说你 我都不知道 我一定要 乱得出门呢 母子 母子 我 那 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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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四十五 八爷 八爷 佛爷还在前面等你呢 这 这 这种场面我见得多了 你 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请 去 去 去 快 伙伟 冯爷 大脚趾弯曲 一定长时间传着梦境 难道是本特务 不见得是特务 他们在做秘密实验 难道 他们都是因为 被左实验而死啊 如果此事要是发生的话 那遭殃的就是长叉神的老百姓啊 还有 这个车厢里的死人 棺材都是刚刚被挖出来的 难道 他们是想利用地下洞穴做实验吗 往下走看看再说 伙伟 下节车厢 估计会与之前的有错不同 按照标记的文字来看 这些车厢 这些车厢 基本是属于同一屋穴 不知佛爷有没有观察到 那些车厢的大小 基本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应该是属于陪葬的副官 而且这些车厢 是属于住宿车厢 负责押育等人 都住在这些车厢里面 再往后 就是最后一届车厢了 你的意思是 这些车厢的人 都是陪葬墓 他们都守护着最后一届车厢 而最后那届车厢的人 就是墓主人宿 所以主人墓里面装的是 墓主人的主官 方爷 八爷 时间紧 只找到两个房租面具 你们两个带什么 方爷 你 你真是小瞧人哪 这前几届车厢我都没带 这最后一届车厢 我也就省上吧 那我们两个带上吧 是 不是 我不是说不带 佛爷 你这个人每次 怎么都不按常理出牌呢 佛爷 你别给我 你在这儿等着 我陪佛爷进去 您拥有 您需要 您的 您的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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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这里 应该进行过大洞 这 这也太蹊跷了吧 这一路走来 所有的死人都是面朝下的 这么蹊跷啊 答案就在这里 佛爷 你说会不会是这些毒蜘蛛狗的鬼啊 这些应该不是蜘蛛王 是棺材里面孵出的幼虫 如果虫子并不是致命的关键 那这可就奇怪了 押送这些棺材的日本人 跟棺材里面的这个尸体 死状都是相同的呀 都是脸朝下死的 你说这一车的都是死人 火车是怎么开进来的 日本人在死之前 应该吸入了疆气 虽然上了火车 可当火车到战的时候 也正是他们 奄奄一息之事 这一车都死光了 也没留个火口 给我们留点信息什么的 难道你对活人更了解吗 不是佛爷 那死人是有用 可是这小棺材 他提供的信息量是有限的呀 真正的秘密 就藏在最大的棺材里面 那我们为什么不开棺呢 那个是哨子棺 不是寻常人就可以打开的 铁水封棺只有一个洞口 如果硬把它撬开的话 就会有毒气放出 唯一解决的办法 就是把手伸进去 从内部打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呀 开棺吗 普通人开不了这个棺 为了保险 必须靠张家的本事 副官 就让准备一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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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是 一 一定是可塑之材 咱东北张家 果然不同凡响 这琵琶剑架在这棺材上面 莫非是要 用一条绳子连接琵琶剑和一匹快马 如果关中情况有意 会有专门的一次的敲锣 而锣声一响 马会立即拉起签子 琵琶剑会瞬间把清兵的手臂剪断 从而保住一条性命 佛爷 你这是断臂保命啊 开棺 是 开始吧 走哥 府爷 这棺材里边有东西 别慌 救我 快 至少军医 佛爷 你要干什么呀 佛爷 救我 救你 救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货车里面的其他尸体都一样 面中朝下 这难道就是以前长沙的名门望族入联的方式吗 真是搞不懂 我回去查一下 我看看飞 这东西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应该是南北朝的物件吧 这长沙九门当中 最了解南北朝古墓的 应该就是二爷他们家 二爷 二爷红 是 看来我们要找二爷一趟 查清楚这件事 来啦 里边请 里边请 好久不见哪 里边请 里边请 老爷子 好久不见 来这边坐啊 来这边请 几位坐啊 在这儿坐吧 来 去吧 拿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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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破产能喝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发 夫人 园里已经开过锣了 实在不好意思 您通融一下 这才过了这么一会儿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才搞到的票 不能白来 夫人二爷已经开过嗓了 实在不能坏了规矩 多有得罪 多多包涵 我为了听一场二爷的戏 我可是特地从城外赶回来的 通融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 福尔 你来了 您请 这不是开场了吗 他怎么可以进去啊 夫人 你有所不知啊 这张大佛爷 可是二爷的至交啊 新年买热汤 欢迎新乘兵 我们应该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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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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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唱的什么鬼东西啊 活泼妈妈咿咿呀呀的 听着就丧了去 哎 对了 你们这湖南最出名的不就是花骨戏吗 来 给老子唱几段听一听 唱啊你 愣着干什么呀 让你们唱 唱着一段 也有的是钱 快唱 唱啊 快给老子唱 这位先生 您要是不听戏 您可以离开 不要打扰别人听戏好吗 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别以为你穿着一身军装老子又怕你 哎 哎 佛爷来了 这小子折腾不到哪儿去了 唱 快点 老子唱 滚 滚 让开 这丧鞋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走 快走 走 快走 冯爷 对不起 是我疏忽了 帮我查一下 她从哪个省过来 让她永远不能离开长沙城 是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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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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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